放下什么 头一个要把我放下 知道这个我是家库 我放下之后 所谓的身心世界就不难了 身心世界也放下了 无比的自在 无比的舒畅 夜深重担终于卸下了 真正的自在 所有的烦恼业障 还不就是放不下吗 放下全没了 说穿了就是一个错误的念头 因为外面境界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放下也是假的 不放下也是假的 就是这个错误的念头 惹得祸 夜深沉重的担子 这个担子生生世世都写不下来 这个神死了之后再去找个神 还是背上这个重担 多辛苦 这我们过去不知道 没人想 六十年 大臣经典的宣修 终于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放下就自在了 日常生活 随缘就好啊 随缘不操心的 随缘没有牵挂了 潘云就操心 潘云就有牵挂 潘云不自在 随缘就得大自在啊 所以要有慈悲心 远离无安众生心 对于一切众生 没有关怀 没有爱护的这个心 这就不是慈悲心 这个不能有 只顾自己 不顾别人 这自私自利 这个要远离